韩国演艺界上市第52届白响艺术大赏 日前终于圆满结束 虽然神剧太阳的后裔只夺的电视组的大奖 世帝事后剧本跟作品奖全部无缘 但无损大家对太后的喜爱 而因为太后而再度走红的宋仲基跟宋慧桥 也就是全场最大的焦点 两人从走红毯到颁奖里的现场也可谓形影不离 虽然双宋在太后播出期间不断的爆出绯闻 但是二人多次强调只是好朋友关系 而颁奖里上面也可以见到宋仲基可谓全程照顾乔妹妹 走红毯时更轻爆乔妹妹的先妖 不激情的肯定以为她又在撩妹了 而双宋的和谐一直延续到颁奖里的现场 当现场宣布事后得奖者时 虽然现场有不少的粉丝都大喊乔妹妹的名字 不过最终乔妹妹还是不敌信号的金会秀 当颁奖嘉宾宣布得奖者是金会秀时 台下的乔妹妹就鼓掌以示祝贺 而一直坐在旁边的宋仲基 就被捕捉到牵了牵乔妹妹的手 时时给乔妹妹鼓励和安慰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暖男啊 经过白抢这一次的交集 一直呼吁双宋在一起的声音 一定又再度活跃起来啦 下回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